南非西开埔省 乔治市一栋正在建造的多层建筑物 星期一发生了坍塌事故 造成至少22人受伤 40多人被困 居然团队目前正在积极地抢救 被困在废墟底下的人 根据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 这起坍塌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 当时现场有大约70名建筑工人正在施工 其中有40多人被困在废墟下 乔治市政府发表声明表示 从现场获救的人 已经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救治